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老婆今天 我們是海賊王 你說我做系列 第二集來啦 哇 沒想到這個系列居然可以做到第二集 連我也很意外 然後好消息要跟大家說 我們的觀看數已經破萬以上了 所以這一次就會舉辦抽獎 那麼抽獎我們擺在最後面再講 我們先來做好挑戰任務 再來跟大家說好康的 好 那我們的第一則留言 把電腦搬到冰箱裡面玩 神經病是不... 那麼我的第二則留言 50等打破我上的BOSS 這個跟上一集的 一等去打噴泉島的BOSS 有什麼差別嗎? 我怎麼覺得兩個都是在虐待我的意思啊 噢 沒事了 我們就直接前往一下火山島 噢 到了沒? 哇 好燙好燙 我的媽呀 快速捆綁 好燙好燙 那我們的下一則留言 忍著不點任何點數到150等 我們今天就練到100等好了 OK 那再來我們邊來去新的練等地方 然後我們邊看下一則留言 每用一招就念招的名字 例如使用地面粉碎 老婆就喊地面粉碎 OK喔 我們再來下一則留言 不能抽果 但可以靠其他的方法獲得果實 可以剪野生果實 但不能用果炭 不能用大戰給或要 沒果實不能開始 練到山海什麼意思 不然就這樣子好了 我們等一下等個一個小時 然後來單瓶 我們自己去用找的方式 找這個果實好了 不過今天呢 我們就用 戰鬥的這個 手一樣繼續打到100等好了 下一則留言 用甲子鷹 叫雪兔抽果給你 甲子鷹什麼鬼啊 甲子鷹 我買了一個小偷球 這個我們最後再來做好了 喔 受不了 每用一招就要念一次招數的名字 那我不要用不就好了嗎 直接單打不就得了 哈哈哈哈 快速捆綁 地面粉碎 我真的要再練到結束是不是 哎呦喂 快速捆綁 地面粉碎 生的了生的了 生的了生的了 嘿嘿 哎呦 哎呦 快速捆綁 哈哈哈哈 飛很遠喔 地面粉碎 快速捆綁 耶 快速捆綁 地面粉碎 快速捆綁 哈哈 地面粉碎 地面粉碎 快速過嗎 地面粉碎 地面粉碎 80等了 耶嘿 快速過嗎 地面粉碎 地面粉碎 90等了 我感覺是一個等級 要的命的感覺 走 我們去新的地方 我們這裡 是不是可以去拿 那個 好像是武裝色 去看能不能買 那我們現在先來去買個 跳躍跟那個什麼鬼東東的 武裝色是不是 啊 這個好 學習 然後聖步也要嗎 這個跳躍的 好這三個都可以買 這武器只要10萬 哦 對對對 全部把它買起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 有武裝色 這樣子就 打的不會這麼的辛苦了 然後現在又可以跳12次 因為能量不足 所以也就只能跳那一些些而已 好 太好了 開始有武裝色啦 這攻擊力就會增加了一些 就不會這麼痛苦了 嗯 是嗎 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打多少 這樣打他增加了 3 增加加3而已 也沒有多少 真的好像要點 好多隻喔 我的媽 冷靜點 各位老哥 冷靜點 我是新手 快速捆盲 地滅粉碎 超級難打欸 升級啦 92等 差8等 差8等 快速捆盲 地滅粉碎 哈哈 快速捆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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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了 好痛苦喔我的媽呀 因為不能點那個能力點 所以超級痛苦的 用這個 打到最後 快射捆盲 體面反射 100等啦 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應該要先回去抽個果實才對 都已經100等了 不抽白不抽 等等 我先來看看 這樣子 全部點起來的話 會到多少 50 50 那我們 來看看打一次是多少 51嗎 那真的還蠻少的 我以為會差很多但是好像也還好 我們直接回傳到森林好了 先抽一顆 等一下呢 就來請雪兔抽一顆 然後呢 我們再來完成最後的野生果實 OK 就怎麼決定了 來吧看看會抽到什麼 反正一定是白果 你看 我就知道 OK 成假 這新手 撒果實都還沒有 所以什麼都可以存 OK OK 非常的好 好我來等下雪兔包 好啦 我們終於 欸 欸你幹嘛啊 不是 欸你怎麼這麼嫩啊 欸你幾等 我揍死你 揍死你 欸我 哈哈哈 欸 你怎麼如此脆弱 哈哈哈 欸我現在好像本尊跟 這個新手好像打不贏你 好像是這樣子的咧 現在已經換成本尊也打不贏了是嗎 嗯 對啊 對啊 好啦 所以就我跟你講 今天呢 我有件事情要你幫忙 喔 欸我記得你是不是要夾自己來求我啊 好啊 啊啊啊 嗨 來來來 哈哈哈哈 為什麼跟我的 為什麼跟我的劇本不一樣啊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好啦 這一個我就不勉強你啦 我這一個我不想要殘害這些耳朵啦 你是要什麼東西 好 你要我送你錢嗎 我要你說故事 呃 那 那你還是夾子音好了 What What the 不是不是 你抽一顆果實吧 你抽一顆果實吧 哎呦 要花錢欸 32萬好貴喔 當初你還記得你給我什麼嗎 岩漿喔 真的假的 你要說下來 鹹 鹹漿果實 哈哈哈哈哈哈 很爛欸 你怎麼這麼爛啊 喔齁 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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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麼差那麼多 好 交換果實來 這個給你 哈哈哈哈 黑暗給你 你是黑暗滿的啊 我看一下 這也滿了 那好我 我本來想在裡面直接吃掉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謝謝雪兔吧 我還要去找野生果實了 嗯 你想幹嘛 你到底想幹嘛 哈哈哈哈 你真的不用這樣 好 好想喔 哈哈 好啦 掰掰 你又想幹嘛啦 你到底到底要幹嘛啊 那麼 因為這個 要傳送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所以呢 找了一個幫手 就是 OLEM 他來幫我傳一下 讓我們直接比較方便去找 那 森林的 這邊 我看看喔 這裡應該沒有 然後我們就一個點一個點傳過去啦 我可以游泳 嘿嘿 看一下喔 這邊 這邊 有可能會在這 好 沒有 那我們去下一個點 先從新手這邊去吧 哎呦 OK 新手村 沒有 下一個地方 潘泉 這是羅馬競技場 這個是羅馬競技場 沒有 這裡會出現在 仙人掌 下一個地方 潘泉 哎 很 很好 這樣會在樹附近 沒有 潘泉也沒有 換下一個地方 哎呦 那裡有一顆野生的果實啦 嗯 他怎麼不能撿 撿到了撿到了 這個真的是野生的才會有的 樣子喔 然後 哎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在自己伺服器掛了一個小時 然後 好像不會觸發 野生果實 好奇怪喔 好像真的要有果炭才有辦法觸發這個 所以這應該是有果炭的人過來 他 才有觸發到 這顆果實 不知道自己的說法是不是對的啦 啊 終於是完成這個撿野生果實的任務啦 我們要來舉辦抽獎囉 我要抽出五位幸運兒 然後來贈送我們的火箭永久果實 哎 上一集啊叫我送別人火箭永久果實是不是 現在呢我就送你們火箭永久的果實啦 哎 抽五位啊 那麼 嗶哩嗶哩的觀眾 哎 這個這次的活動就先辦給YouTube了 那如果說嗶哩嗶哩的觀眾們 你們也想要抽的話呢 只要呢 我在嗶哩嗶哩的留言有達到 五十 五十位以上的留言哦 不重複喜評的話呢 我也會抽出 五個永久的火箭給你們哦 那個就 我自己有我抽獎的方式啊 啊那那個 各位這部影片哦 記得啊 在下面多多留言啊 留言越多 觀看越多 按讚越多 我們辦抽獎就會越辦越好 越豪華哦 好嘞 那麼抽獎方式哦 就是 第一個要留言你的robots的帳號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 留言 下一集 要給我的什麼任務啊 盡量留言 記得各位 每一集呢 我們會皆為五十至一百的 達成條件 不會一次 就是什麼一顆果實 直接衝到兩 兩千五百五十的 那個 不是我的理想的 拍片方式哦 對 那各位 不要太急啊 我們都是慢慢來慢慢來的 請依照我的等級 去做一些 符合性的內容 還沒找我領獎的 我的夥伴們 記得趕快 啊 我在下面 有看到這位觀眾呢 你趕快來回覆我一下 這個是不是你的帳號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的帳號 所以我不太敢亂加好友 然後以及寄送這個 貨物給你 對 所以呢 要趕快來回覆我哦 那麼這集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啊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要影片 喜歡影片下 歡迎右選人有訂閱 右選人喜歡 訂閱 旁邊還有連按鈕 我都要下來 我們喜歡的喜歡嗎 按讚呢 留著欣賞 支持觀眾朋友 他還來持續 喜歡影片 記得到FBKLINE 大家追蹤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